一对男女走进餐厅 女人质问男人 正当两人争吵时 阴间使者出现在他们面前 并喊出了他们的名字 原来就在刚刚 男人因为酒后驾驶 发生了车祸 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这起车祸的受害者 大山将他们带回茶馆 递给女人一碗忘情水 男人则显得不耐烦 张让使者快给自己也来一碗 他过够了现在糟糕的生活 早就想开始新的人生 原来 十九年前撞倒孕妇 驾车逃逸的就是他 男人急忙下跪 祈求使者的原谅 但为时已晚 小新在这里提醒大家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自从大山在天桥遇到小美 思念之情便如滔滔江水 她像中了鞋一样 走在大街上 看谁都是小美 看着小美给自己留的电话号码 还有最后的飞吻 大山居然莫名的心动 这是她千年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脑海里全是小美的画面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命中注定的两人再次相遇了 小美问她为何不给自己打电话 大山回答 面对眼前这个铁憨憨 小美真是无语又可笑 她决定再给大山一次机会 不知道大山能否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